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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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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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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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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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这个不明 从这个不明当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转变为名 从六入处的烦恼 远入于三而入于身 从这个六入的状态 转变过来 随诸吗 随诸 不要随诸了 让他转化 从不明到明 是第六的人 丑林 第七 兽生充充典 又是兽生种种相 所谓的随诸兽生相 六曲差别相 有色无色差别相 有相无相差别相 夜为天 奈水运 无名难否 实为宗泽 身后有崖相 明彩俊上 不相离相 此奈稀求 蓄有相 欲受 欲生 无始乐作相 望处三界 贪求相 众生有种种身 受生的种种身 怎么受生 大概是吧 六凡法界吧 天人恶修罗 第一鬼出生 受生的种种相 这种种相就太多了 主要是说 谁也受生 你造什么业 就受个什么身 就受个什么相 多了驴台马虎 出生相 多了人 人道相 人道相 有种种的差别 贬地啊 宜城啊 种种相 六曲呢 六道轮回 差别相 太多了 有的 还有五色相 有色相的 还有五色相的 有的 众生 有相 有的 众生 无相 这些个 种种差别相 那个 造的叶 像田地一样 田地生长 生长一些 种种植物啊 叶为田 没有水的支运 地是不能生的 干死了 但是叶为田 耐水 耐为水 这个耐是磁啊 无名磁耐的那个磁 来支运 就生长了 所做的业 耐水就是祸 这个业由祸生的 无名难否 这前段那个棉呢 这是无名壳 睡大觉的 尝试不行的 十呢 八十种子 是八十 做中子事 身后了 牙相 身后了牙相 就是明彩俱生 不相离了 我来又有词 又有耐 无名词 那须有 又来相续不断 欲受 欲生 无始乐拙 本来没有三界的 妄为三界 贪求相 因为我们造的业呀 业因有种种 每个人造的业都不同的了 那是因 因为有这么个因 一定要产生国 因果 干了以后的受报 那就是国 生而祭起的 生了就要作业 接着业 做了业呢 又寻回 再受报 就这么 寻回不斜 所以 九地菩萨啊 直到众生的 受生丛林 生生不斜 生了有种种相 那是个人的业了 你造的 屡台马虎 那就做出生业了 飞行走兽 这是六许的差别 还有一身无色的 这是有色相 还有些无色的 有些有相的 无相的 差别相 种种差别相 为什么有这种种呢 造的业 你所造的业 说自作业 自己受 自作业 自作受 完了在这作业过程当中 以慈奈 慈奈为水 咱们经常说 奈情 奈情啊 奈属于情 情奈 情奈是堕落的 情奈属于水 奈哭的人呢 情奈重 奈水 智慧为火 智慧的是上升 火是上升 但是这些个 都在无名壳里头 无名盖放 南宝 十位忠子 这个十位忠子 是这八十说的 生了之后了 有牙有相了 田地里头 长出骨子 小牙 小牙一直生长生长 变成结果 结果了 生了 有名字 有色相 不相离了 不相离相 他感到死后 又继续相续 此内相续 永远不停的 这些个 就是虚妄受生 虚妄刚果的 身有种种身 也有种种形 身体不一样 不一样 各种类型 大身 大身 小身 多那鱼类 咱们看见 鲸鱼好大 多少顿重 那叶豹 都是叶豹 叶索干的 种种形类不同 这形类是果了 但是果中 因生的 他什么因 就解什么光 懂不懂这个了 生处不同 生不同 他住处 也不同 水如住在海里头 水如都住在水里头 谁要动到水 我就淹死了 那水如的动物 把它倒到陆地上 它就死了 说住处也有种种 散相也有种种 那么 这个就是说 众生 从那个八十的种子 受生不同的 丛林 而第九的菩萨 都能知道 为什么 第九的菩萨 四线 无尽神云 到各类众生里头 都要菩萨去度众生 但是得有缘 得有缘 没缘不行 是吧 信空缘起嘛 信空缘起嘛 缘怎么解释呢 现在我们这四五百人 如果我们这有一个成佛的 那么跟他都有缘 不管我们说话 没说话 俩的相好 不相好 有感情 没感情 总要一个实力的听法 就叫缘 如果有一个成佛的 我们这些都跟他有缘 那么就是他的眷属 互为姻缘 成佛要度众生啊 度众生啊 先度吧 我们这里头要有一个成佛的 他先度的什么 我们跟着他就得度了 这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缘 虽然这经文里头没说缘 寿生是因缘 寿生的处所不疼 食不疼 寿生的过去的夜不疼 干的六道的插曲不疼 有的有赛像 有的无赛像 有的有像 有的无像 有的有像 还有的无像 并不是都有像 有些众生无像 这个无像呢 是咱们右眼 咱们仿佛看不到它的像 怎么来的呢 就是夜为天耐水运 这样的感的 受生的 受生的 这个是形容第九地的菩萨 表现第九地菩萨 对于祖神的生起 成长 成长就是受报了 受报了 佛菩萨都一一的了知 一的了知 了知了 能度他 度他 度他 那菩萨度众生 必须得有大智慧啊 有大智慧 就大智慧 就破除一些众生的 无名难佛 前都只是讲随眠 这个是讲的难法 随眠也是 无名的含义了 也是无名的含义 说是 在这欲界 陛界 五陛界 三界呀 虚妄贪求 这里找真实的没有 没有 这个不像十二因缘那么讲 在此 在此 菩萨了知 一些众生 是这样受生的 实为宗子 业为田 耐损致运 前倒是讲无名 无名还有个习气 无名习气 咱们经常卖说的 纵伤是这么受生的 咱们也是这样受生的 咱们每人写一个自传 五百个人 五个人们受生的过程不一样 不是入胎那时候 你不知道了 从你出胎 请长 都得记住 每个人一个样 这就是你过去的种子不同 种子不同 你所有的过去的种子 在现生上 也发现性 咱们就是抱的现性 从降生到成长 从过去的抱 到现在受生的经过 这个十啊 个人八十是一样的 这每个人都有八十 每个人十的种子不一样 不一样 等你受生了 你得经过历史 从你小时候 在父母 家庭就有富裕的 就得不富裕的 也有生的大成熟的 也有生在边地的 这个都有一定因缘的 不由你选择的 在你受生的时候 你能选择吗 你知道吗 你没法选择的 但是你那个十的种子 选择好了的 十的种子 是由你的叶 叶田 所产生的 不是 选择说 成的富贵家庭了 富贵家庭的孩子 都是有知识的吗 不是这样子的 说贫穷的家的孩子 就没有知识了吗 是这样子吗 社会现象不是这样子 原因他在过去当中 他受生的时候 他自己的业 就给他注定的了 经常说定业不可转 那个业就给他注定的了 同时一样的都是出家人 每个人每天 每时每刻 他那个思想不停的 想些个什么 有些个想了道 想成佛 因为也有些个想念世间 看世界像 随着世界像转 有的 世界像转不动他了 他不被世界像转 他那无明里头发出明来了 无明是不明的 他现在有明了 有明了他就转不动他了 有的也不明的 就被这四项转 并不是出了家都想成佛 很多人没想这个问题 很多道友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从很多人问我 很少问 如何成佛呀 如何了生死呢 很少人问这个 在家居士呢 问怎么样身心健康啊 怎么样做公司发财啊 出家道友呢 问的这样很多 都法师 我很烦恼 我说我跟你也差不多 你烦恼我不烦恼啊 本来就在烦恼当中 但是你是究竟什么烦恼 他不肯说 不肯说 为什么 因为你的夜魅消 夜魅消 我是凡夫 夜魅消就夜症很重的 然后还没有转 我们对于三界 贪求的心很重 贪求心很重 因为 万位除三界贪求相 这句话就定了 对 对 对 有没有发心想出三界的 我想有多 很多 咱打念夫妻的时候 打念夫妻的时候 可能发心出三界 到极乐世界去 一生了断 嗯 那是不是断了生死了呢 瓜有生了 生到极乐世界 生极乐世界 有生 没有死了 一生成佛吗 嗯 因为有欲有受 有欲有受就有生 从无死以来 这是我们的自作 跟我们的实惠相品讲 无法无作 血脱 因为这个地方讲 是九地菩萨观众生 九地菩萨度众生 直到众生相 这是解释众生 不是九地菩萨 说九地菩萨 对一切众生相 详详细细的 都了解 什么了解呢 慧 善慧 你要度众生 不明白众生 怎么度众生呢 说我们现在 说我们发愿度众生 好多道友 这个愿都发了 你怎么度众生 你连众生相都不了解 众生心都不了解 你本身就是众生 你也是随着菩萨 随着佛所的教法 学会了 学会什么呢 说话 还没学会了 身去做 还没有学到 增长大智慧 增长了智慧了 你就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呢 明白断耐随 不知愿叶田 不造业 破无名 求名 那就渐渐就断了 第八是习气丑林 又是习气的种种相 所谓 行不行差别相 进取熏悉相 随取熏悉相 随重生行 熏悉相 随业烦恼熏悉相 善不善 无际熏悉相 随入后游 熏悉相 此地熏悉相 不断烦恼 原行不舍习 熏悉相 实非实 熏悉相 见闻情境 深闻独觉菩萨 入世熏悉相 讲习气啊 讲习气 习气比烦恼还厉害 有时候烦恼断了 习气没断 二生人 断了 见尸祸了 出烦恼断了 习气没有断了 我们看那个 我们看那个 画那罗汉相啊 或者看那个 所谓的罗汉修行行为 正道 正了道而后 正在俄罗王国以后 断了见尸祸了 了了生死了 过去习气没断 那像我们 我们纵伤 我们纵伤啊 我们现在 都是纵伤 我们出了家了 是凡伤 凡伤 我们不说见尸祸 你在家的习气 生活的习惯 这叫习气啊 说你带来的习气 你是干哪一行的 习气没断 这个非常严重 所以说我们说 把现行的烦恼都断了 习气很不容易断 习气嘛 是什么样子呢 那有种种的样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气 那叫习气 这里头包括很多 行不行的差别像 进取熏习相 随众生熏习 熏习相 我们说熏习吧 广说熏习 在大乘体系论讲 二种熏习 二种熏习啊 言熏静 言法 熏静法 静 随言转 静 静变于眼 静心一眼 眼逐渐的就变静 但是这个眼变静的时候 眼的习气 很不容易断 我们每位道友 从出家 到现在 有的十几年 一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七八十年 我现在快八十年了 七十多年了 习气不断 在家的习气 在家的生活习气 最后说 无量节来的习气 不断 断习气 非常的难 为什么呢 哎呀 这个也不在戒律上 也不在什么 一点的习气嘛 叫习气啊 习气 其实气责啊 气责 你看一个人 他过去是干什么的 他现在就带他那个气责 表现那个气责 不是很重要的 不是很重要的 熏习 就是你入了佛门以来 烧仙啊 拜佛呀 念佛呀 现在很多 这叫习气 一说话 阿弥陀佛 打个电话 有什么干什么 阿弥陀佛 他有 这不是念阿弥陀佛 现在习气 习气 现在呢 好像这个 才是表示修相 表现 其实产生了怎么样呢 不是像我们念佛 煮念佛堂 那个念佛 而是把它当成了 说话一种方式 我们很多道友 演出这种习气 这是不必要的 不是好现象 跟人一说话 先念参与阿弥陀佛 这也叫习气 那习气啊 这习气往往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执着 你见祸 反的祸 容易断 可能功夫用到了 成了我狼狗了 习气还不断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随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情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 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 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 专门照顾流浪狗的 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 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 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 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 并长期提供 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 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 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置业 曼书势力中心 读书会 开班公告 现代人能够正确地认识佛法 并解开对于佛教的诸多疑问 特别离请来自印度色拉杰寺的诺诺格西 开办佛典读经班 第一期首先选读 普贤恨愿品 西记透过格西的讲解 引导 以及学员们的分享 交流 一起来研读佛教经典 从佛法的核心教义 回归佛陀的思想本怀 确立佛法的正性正见 开班日期3月14日 时间 每周二晚间7点到9点 报名方式 请透过粉砖私讯 线上表单报名或立临中心现场 报名留下您的姓名 报名项目及联络电话 由于名额有限 请尽速报名 额满为止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三段 99向10楼2号1楼 电话02-2631-0619 02-2631-0619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将于每月第三个星期三 免费结缘数十便当 广邀大众响应如数一日活动 愿大众共同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神号 祈求世界和平 无灾无奈 发送日期 112年3月15日星期三 上午11点起 开始至发送完为止 发送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06-271-6612 06-271-6612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公布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清明祭祖不宜杀生 清明节是纪念祖先的重要传统节日 其主要形式是祭祖嗓幕 几千年来 人们在这个气清清明的节气中 进行祭之以礼 慎中追远的活动 为以示亲人 祖先 庄重地送上自己的思念与敬意 爸爸 你要干什么 为什么把大公鸡抓起来呢 叔叔 你不会是要杀掉这只大公鸡吧 今天我只是将它抓起来关着而已 明天才会将它杀掉呢 叔叔 那你为什么要在明天杀掉它呀 明天就是清明节了 我要用这只大公鸡来祭祖啊 祭祖为什么要用大公鸡呀 祭祖可是非常隆重的事情 鸡鸭鱼肉这些祭品 可是一样都不能少 这样一来 一来能表达我们对祖先的崇敬之情 二来也是求祖先保佑我们万事如意 天天都能吃上这样的饭菜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阿山 你家里一定也在准备 明天清明节祭祖用的祭品 我们去你家看看 可以吗 可以的 爸爸 明天就是清明节了 我们也要去祭祖吗 是啊 清明节祭祖可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传统 阿山 明天你可要早早起床 和我一起去祭祖哦 嗯 好的 可是爸爸你准备好祭祖用的祭品了吗 当然了 你看这些蔬菜水果 都是我亲自采购的 最新鲜的 这些就是明天的祭品 叔叔 你不会只要用这些蔬菜水果来奠祭祖先吧 没错 我就是只用这些蔬菜水果来奠祭祖先 这有什么问题吗 可是我爸爸说 要用鸡鸭鱼肉来奠祭祖先才行 这样祖先才会保佑我们万事如意呢 是啊爸爸 我们平日里总是吃素 明天祭祖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准备一些鸡鸭鱼肉给祖先啊 那怎么能行 很多人认为 惦记祖先的时候 一定要鸡鸭鱼肉才可以 甚至当场宰杀牛羊 来显示对祖先的尊敬 并且认为只有这样 才会得到祖先的保佑 但是他们想过没有 如此杀生祭祀 怎么可能会得到保佑呢 叔叔 这么说来 用鸡鸭鱼肉来奠祭祖先是错的 当然了 杀生本来就是非常罪过的事情 哪怕是为了奠祭祖先呢 嗯 那我要赶快回去 让我爸爸放了那只大公鸡 然后也买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明天好祭祖 于是阿牛便回到家后 对父亲说起了阿珊父亲的那些话 你不要听阿珊爸爸胡说八道 他这是在为自己的小气找借口呢 阿珊他们一家人 每年祭祖的时候都只用几道素菜和几样水果而已 就凭这点 他家的祖先也不会保佑他们的 嗯 爸爸 你说的没错 我们的祖先喜欢的一定是鸡鸭鱼肉 他们哪里会喜欢素菜水果呢 对呀 祖先一定是会保佑我们的 清明节这天 家家户户都来到了坟前惦记祖先 很多户人家都置办了丰盛的菜肴 真是太不应该了 年年用杀生来惦记祖先 这样怎么能得到祖先的保佑啊 爸爸 我们应该劝说一下他们啊 爸爸 你看 阿牛他们家在干什么 阿诚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要杀鸡祭祖呀 祭祖何必要杀生啊 要知道杀生可是极大的罪过呀 我不过是用最新鲜的鸡肉来惦记祖先 这怎么能算是罪过呢 我看 像你这样 只用一些素菜水果来祖祖先保佑我们一家身体健康 保佑我儿子阿牛 以后学业有成 金榜提名 清明祭祖的人很多 但是只用素菜水果和鲜花的只有阿珊一家 因此很多村民不理解 阿光 你们怎么只用这些东西来祭拜祖先啊 这些菜都是用我亲自挑选的新鲜食材制作的 用新鲜的菜肴来惦记祖先 有什么不好吗 可是人家都是用鸡鸭鱼肉之类的荤菜祭祖 哪有人像你这样只用一些青菜水果 这样岂不是对祖先太不尊重啊 难道只有杀生祭祀才算对祖先尊重吗 很多人在祭祖的时候杀生无数 并借此祈求幸福 但是杀生得到的只有罪业 哪里会有福报呢 我想祖先也不希望我们后人杀生折福吧 嗯 你说的有些道理 在阿珊父亲的影响下 很多村里人都开始慢慢用素菜水果祭祖 但是阿牛一家却依然我行我素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阿光 恭喜你啊 你的儿子阿珊可真是厉害啊 他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位考上一流大学的孩子 真是了不起啊 是啊阿光 你们家这几年好运不断 我想这都是祖先保佑的结果 是啊阿珊爸爸 这都是你们家祖先保佑的结果啊 谢谢大家的祝福了 你看看人家阿珊 从小功课就好 现在考上了一流大学 而你呢 年纪轻轻的时候就不好好上学 跑出去赌钱 而现在还欠了一屁股债回来 我不管你了 你是我爸 你不管我 谁管我呀 快给我钱 要不然 等一下就会有人来家里搬东西了 刀孽啊 祖先啊 我究竟造了什么孽 才生了这么个儿子 别废话 快把钱拿来 好了 早拿出来不就早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祖先啊 每年我都好吃好喝的惦记你们 可是你们为什么让我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孩子呀 阿牛的父亲仍然执迷不悟 每年轻名 他依旧杀生忌足 以至于他身上的罪业越来越重 阿诚 你最近的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 唉 别提了 大大小小的医院 我去了好多 钱也花了不少 可就是不见好转 哦 你拎着这只鸡要做什么 祭祖啊 今天是清明节呀 阿诚 或许阿光说的没错 杀生祭祀只能换来果报啊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我想是的 阿光他们家一直都是用素菜 鲜花水果来祭祖的 现在你看他们家多么幸福啊 阿珊是那么优秀有出息 阿光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由此看来阿光他们家做的是对的 看来真的是我错了 用杀生的手段来置办祭品 是不会得到祖先的保佑的 你走吧 清明祭祖 请不要用杀生来祭拜祖先 水果 鲜花 糖果等素菜 其实 就是最好的祭品了 互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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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